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顶集团创办以来 旗下子公司第一次实施减薪计划 减薪幅度高达50% 国内的疫情数据好转是否意味着行动管制令有望在4月28日结束呢 卫生总监达德纳希尚表示 政府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会结束行动管制令 他指出 如果要结束行管令 必须要遵守六大准则 其中边界管制和行动管制最为关键 卫生部已经开始探讨行动管制令的退场策略 并划出了六大准则 当中包括边境管制能力 医疗设备 卫生系统检测能力 高风险群体保护能力 人民遵守新规范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社区的防疫措施实行能力 卫生部补充 关于行动管制令是否延长或结束 卫生部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我国连日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首相当时姆希定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再次向全体的前线人员致谢 因为有他们的努力使得我国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同时他也呼吁民众不要松懈 因为这场疫情还没有宣告结束 首相姆怡定昨天和双溪毛诺医院的医护人员通过视讯会议进行谈话时表示 我国受到国际认可 有赖于所有前线人员所扮演的角色 首相在脸书贴文表示 大马的确诊病例能够下降 主要是前线人员如医护人员 军警 志愿警卫队 及民防部队不辞劳苦的执行任务 他甚至形容这些人是国家英雄 并向他们质疑最高的谢意 最后他也不忘提醒人民 这场抗议还没有结束 国人还要经历很多的事情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致使部分大马公民被迫滞留在国外 外交部长达随医上目的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成功将滞留在六十八个国家的超过一万一千名大马公民 带回国 剩下的五百一十亿人还滞留在二十二个国家 而外交部将会竭尽所能 尽早安排他们回国 国家英雄 尽早安排的 我们的关系 跟国家的关系 他们可以拥有勇 我们的关系 Hishamuddin昨天是在布城 出席跨部门特别会议 商讨科学外交事务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指出 另外 由于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险峻 目前 政府已经给予该国优先降落 让他们能够顺利展开撤侨行动 通讯及多媒体部秘书长 Dado Suraini表示 截至4月20日 当局已经接获了1457宗 害客入侵案 比去年一整年的731宗 高出将近一倍 因此他建议雇主 提升公司的网络保安系统 以免公司的资料被害客窃取 但是从这段以往 没有发生 我们已经有1457宗 dan cyber security yang direportkan. Mungkin ini berlaku kerana kalau untuk syarikat mungkin dia punya firewall itu agak lemah ataupun dia tidak pernah diuji dari segi kekuatan homepage mereka. Ini saya nak cadangkan untuk syarikat-syarikat supaya mereka ini membuat pelaburan yang banyak sikit untuk membina pertahanan kepada sistem portal mereka. Bina firewall yang kuat supaya apabila berlaku pencerubuhan semasa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ini mereka terlindung daripada diancam benda-benda macam ini. Dia berkata, 无论是私人企业或政府机构, 信息技术部门都有责任設立强健的防火墙 以维护公司的资料. Dia berkata, 在吉隆坡广播大厦担任节目嘉宾之后, 这么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无疑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云顶集团旗下的多家子公司 将会实施减薪计划, 减薪幅度高达50%. 这也是云顶集团自1965年创办以来, 管理层首次减薪。 彭博社透露, 根据云顶的一份内部通告, 在相关减薪计划下, 云顶集团主席丹斯瑞林国泰建议根据员工的级别暂时减薪20%, 而旗下的云顶香港也建议任职副主席或更高职位的雇员减薪50%, 云顶新加坡和云顶大马则以不同的条款建议相似的减薪计划。 对此,云顶香港发文告指出, 有关减薪计划的生效期限将会延续到今年年底, 而云顶、云顶新加坡和云顶大马则没有及时做出回应。 云顶首席营运员陈广汉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国内和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云顶集团的业务受到严重冲击, 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下降, 而云顶集团在重启开业后, 预计将难以恢复原本的业务水平。 不过他指出, 即便薪酬是公司的最大开销之一, 但云顶会尽可能避免裁员。 值得一提的是, 云顶总舵首林国泰去年6月曾在云顶和云顶大马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自愿减薪20%, 以鞭策本身为云顶集团做出更好的表现。 云顶和云顶大马的股价昨天双双下跌, 云顶全天跌14仙或3.4%到3令吉98仙, 云顶大马则下跌9仙或3.83%到2令吉26仙。 生活习惯造成我们经常肩颈酸痛, 别忽视它, 用清新安美录Yoko Yoko, 液体配方拥有柔软的海绵顶部, 能快速渗透解除酸痛, 舒服多了,是吗? Yoko Yoko快速解除肩颈酸痛, 剧烈疼痛, 以热疗法促进血液循环, Yoko Yoko Heat Patch, 欢迎回来, 卫生部、外交部以及科学工艺及革新部携手合作 和拥有医疗高科技以及生产疫苗的国家展开科学外交, 让我国能够参与疫苗的研发和试验, 成为最早得到疫苗的国家之一。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开丽指出, 卫生部将负责寻找适合国人使用的疫苗及药物, 而该部则将锁定研发制造疫苗的国家, 然后交由外交部与这些国家进行联系。 是我们的朋友可做。 是连接着中国的国家, 我后感觉到对于如同这些国家, 先把它出现了中国的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国家对其他人士的口律、 区责寻,中国亚洲景点资产业等等. 此为此, 其次地方, 我看到, 他们看到这些国家人士的国家 是中国 Marka举 reviewed、 第三个新疗病毒上的疫苗症抗疫苗接着, 外交部长达德逊 向穆定表示 目前有数个国家 包括波斯尼亚 土耳其 印度 中国和俄罗斯等 已经表明愿意和大马合作 部分的国家也会提供 我国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 或是共同研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球共有70种新冠疫苗 正在研发中 部分已经进入临床实验的阶段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各国都在积极研发 耗时更短的快速检测试剂盒 比利时联邦部长表示 该国已经研发的一款 快速检测试剂盒 过程只需要短短的10分钟 就可以获得结果 比利时联邦部长德巴克表示 这个快速检测试剂盒 目前只用于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身上 当地政府有考虑扩大让国内 1100万名民众也接受检测 以便遏制疫情继续蔓延 他表示 医疗团队实验室和制药公司 都在努力寻找 可以更快速追踪曾经和病患 有过近距离接触人士的技术 人口1100多万的比利时 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政治学家欧洲版和全球综合 数据资料库的报道 比利时每百万人当中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大约500人 位居世界第一 新加坡昨天又新增超过1000起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使得累计确诊病例突破9000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昨天下午5点宣布 阻断措施实行期 延长4个星期 直到6月1号 李显龙表示 如果要解除阻断措施 新加坡必须做到三件事 新加坡卫生部宣布 当地昨天又新增三个感染群 一家工程公司 出现51起确诊病例 另外35个现有感染群 也出现了新病例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文告指出 1111起新病例中 有28起是社区病例 包括20名新加坡人或永久居民 以及8名持工作准证 或长期证件的人士 昨天当地有39人出院 使得康复总数增加到 839个 死亡病例维持在11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傍晚5点的电视直播中表示 新加坡将实行更严格的阻断措施 把实行期延长4周 直到6月1号 他表示 如果要解除阻断措施 首先必须谨慎逐步进行 确保一切安全 才能够进一步放宽措施 其次 新加坡需要大幅度加强 病毒检测的工作 以快速发现新病例 第三 新加坡需要充分利用资讯科技 以便在发现确诊病例后 迅速查出他们到过哪些地方 以及和谁接触过 新加坡阻断措施实施以来 出行的人数大大减少 主要街道和旅游景点 如今显得异常冷清 至今非必要服务业的职员必须在家办公 学省通过居家学习的方式上课 新加坡政府宣布 原定今年6月开始的学校假期 将提早在5月5号开始 6月1号结束 6月2号开学 新加坡人力部宣布 住在客工宿舍的所有客工 不论所属领域将一律停工 从今天凌晨10分开始 所有不重要的消费服务一律停业 这包括泡泡茶店 零食和糕饼店 以便让每天需要外出工作的必要服务人员 从目前的20%减少到1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全球已经有超过25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美国依然是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目前已经超过81万人受到感染 超过4万人死亡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 新冠肺炎已经夺走了177106条人命 当中美国的死亡病例数量位列全球第一 意大利则是第二多死亡病例的国家 一共有两万四千人死亡 确诊病例数量排名第三 累计一万八千多起病例 西班牙的确诊病例则是全球第二多的国家 累计病例高达二十万起 一共有两万一千多人死亡 报告指出 这个致命性的病毒已经蔓延到全球 二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 东南亚方面 新加坡是最多确诊病例的国家 确诊病例已经逼近一万起 印尼则排行第二 有七千多起确诊病例 排行第三的是菲律宾 累计六千多起确诊病例 亚洲方面 土耳其的受感染人数节节攀升 确诊病例已经逼近十万起 死亡人数至少两千人 伊朗的确诊病例数量位居第二 但是死亡病例是亚洲国家当中 录得最多的国家 一共有五千多人死亡 第一个发现病例的国家中国 目前累计八万两千七百五十八起 确诊病例排行第三 并录得四千六百三十二起死亡病例 沙特阿拉伯宣布暂停 伊斯兰两大圣城 麦加和麦蒂娜的摘介西地 圣城当局发文公布了这项消息 这是当地政府为了遏止新冠病毒传播 所采取的防疫措施 来临的斋季月 麦蒂娜的先知清真寺 以及麦加的禁寺 将会在没有公众 只有清真寺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进行西地 圣城的赴朝圣活动也会继续暂停 直到接获通知为止 在这之前 沙特阿拉伯的朝圣部长 也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不要批准任何与朝圣活动有关的准证 而早在2月27号 沙特阿拉伯因为疫情的关系 宣布暂停了所有的宗教朝圣活动 中国歌手蔡徐坤特别创作抗疫公益歌曲HOME 以清新的旋律象征在抗疫的每个人传达希望与爱 新闻的尾声我们一起去听听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期华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